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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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在廣州市南沙區商務局做招商人資的工作 主要對接的是第三代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的一項 我準備了一個月的筆試和半個月的面試 因為它的考試內容是和內地一樣的 但它的崗位就是紫礁江澳青年 House准备和内地生一样 就是去做一些真体和一些链接策 我是2020年11月正式的任职 当时想留在内地 主要是广州市南沙区的定位比较高 它是国家级新区和江澳示范合作区 然后它很适合我们的职业发展的气部 就是我学过的学 我可以对公司经验状况和商业模式 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香港的背景可以帮助我 去和一些香港的企业打交道更加方便 我是在2019年12月的时候大学毕业 之后的2020年6月份 就入职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刚刚入职的时候 我是在企业帮办服务组里面工作的 当时主要是在一线的服务窗口 去为企业和企业服务的 在那时我学到很多不同的政务事项的知识 也都可以了解到企业和企业的一些需求 在其实为他们服务解决难题的时候 也都同时可以丰富了我自己的工作经验 现在就是在重点企业服务组里面工作 主要是担任南沙政务港澳服务中心的 港澳服务专专业 主要是为有意来到南沙发展的港澳企业 机构和人才服务 这个崗位不单可以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一些优势 因为我很熟悉香港那边的办事 习惯和方式 同时又掌握内地的一些政务 可以帮助有意来到南沙区奋斗的一些港澳同胞 解决他们在遇到的一些政务难题 就已经为不少的港澳同胞服务 去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已经接近提供了300次的服务 其中也都有一些港澳的枯发器 也都有一些和港澳合作的投资的一些工程建设项目 有时候还会收到港澳企业送的一些港澳企业 不过我觉得其实我做的事都是很微不足道的 但是可以通过这个崗位去帮助上来到 帮助一些港澳同胞在南沙扎根成长 其实都令到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